今年7月8号下午2点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人民法院开厅审理了一起比较特殊的官司 特殊在哪呢 主要是这个原被告的身份 这让官司的被告之一是一位77岁的老人 而撰告他的原告竟然是他的孙子 一个才刚满7岁的孩子 7岁的孙子撰告77岁的奶奶 这真的是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而在法庭上被告的奶奶曲老太太也始终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听得出来 对于这场官司的瞿老太太那真的是千般无奈万般伤心 在他看来自己被孙子告上法庭简直就是荒谬 这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 很明显 瞿老太太的这个心里头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 而这人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这个7岁孙子的母亲 他的儿媳妇韩女士 那么韩女士为什么要以7岁的儿子的这个名义撰告婆婆呢 说实话 这场官司开庭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韩女士这么做呢 有些绝情 利用不懂事的孩子撰告孩子的奶奶 你说这祖孙俩以后还怎么相处 与此同时 有一些人呢 也非常疑惑 孩子的父亲 也就是瞿老太太的儿子哪去了呀 面对这样一场官司 她是什么态度 没想到面对大家的这个质疑和疑惑 韩女士显得特别的委屈 她说走到今天这一步 她真的是迫不得已 实际属无奈 而这一切起因呢 也正是因为她的丈夫江小辉 她不幸去世了 我带上孩子 总不敢相信 我觉得就是那么一个有活力的人 活生了人就突然就走了 想起和丈夫江小辉的一切呢 韩女士不仅是山人累下 那么江小辉的突然离世 跟这次特殊的官司有什么关系 是要这么一场吗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 因为韩女士这方的诉求呢 就是想争夺丈夫江小辉生前的一套房子 不过据韩女士说 在争夺房子背后 还有更多难以启齿的隐情 绝情的那个人也不是她 而是江小辉的家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呢 还有从她和江小辉这段特别的缘分说起 据韩女士说呢 2007年已经离异的这个江小辉 突然向她表达了仰慕之情 和她相似相处以后呢 她确实是一个很懂得生活 对家里很负责任的一个男人 之后很快 2008年江小辉就和韩女士结婚了 2009年 他们的儿子江瑶呢 也出生了 那个时候江小辉已经41岁了 中年得子让她非常高兴 可是谁知道好景不长 就在他们的儿子刚刚满两岁的时候 江小辉却突然心脏病发落了 回想起那些日子呢 韩女士觉得就像做噩梦似的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 韩女士说 她真正看清了江家人 对他们这个再婚家庭的态度 因为就在丈夫病情严重 最需要关爱的时候 江家人做出了一件 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们竟然提出了要房子的事 到后来 看她就是病纵 不会有什么回天之地了 就是说想增房子 韩女士说当时她真的是非常心寒 在丈夫致病的紧要关头 身为血亲的江家人 不想着救人的事 反倒来征房子 你说谁觉醒 不仅如此 韩女士说 最让她觉得气愤的是 来的人当中 竟然还有丈夫江小辉 和前妻所生的女儿小江 她的女儿就来找我 问有房子怎么解决 跟你对人就是在和不在 没有什么感情的 这个留恋 儿子就是眼盯着这栋房子 她里边这家父亲 几十年 没有 来到这地方 我没买的包子 在那地方躺在床上吃 看到爸的那些奶啥的 走到时候拎着 对他爸没尽力一点这个义务 不过那个时候 韩女士说 她已经没脑子多想这个问题了 她一心只想着 丈夫能赶快好起来 但是事与愿违 江小辉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2012年底 就在他们的孩子刚满三岁的时候 45岁的江小辉 最终还是因为心脏疾病 救治无效 病适了 当时韩女士根本都不愿意接受 但我也很能理解我的心情 那段时间没让我上班 然后我就带着孩子 到处走 走到我们曾经中国的地方 拍照片的地方 吃汗的地方 到处走 边走边流泪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但是只要说起这段往事 想起和丈夫的点点滴滴 韩女士的这个泪水 都会忍不住的夺况而出 就像她自个说的那样 她是一个重情之人 说到这儿 估计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了 既然韩女士口口声声说 自个重情意 是江家人不顾一切的问她要房子 那么为什么最后反倒是 她不惜以七岁儿子的名义 把77岁的婆婆给告了呢 这就牵扯到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东西 让韩女士和江家人双方 彻底撕破了脸 什么呢 按照韩女士的这个说法 她手里头有一份丈夫 江小辉留下的遗嘱 内容是江小辉名下的一套房子 由长子江州继承 落款时间是2009年10月31号 按照韩女士的想法 丈夫留下了遗嘱 意思也就很明确了 这房子就应该归他们的儿子所有 不过很快的 她就发现了个难题 按照相关的规定 遗嘱上的这套房子 要想过户的话呢 需要江小辉的这个遗产继承人 协助办理 这就包括江小辉和前妻所生的女儿 小江 可是很显然 当得知了这份遗嘱之后 小江那边根本就不同意 然后他就到他奶奶那边哭闹 说他爸爸偏心 怎么同样的孩子 不把房子给他 而这个给他弟弟 不仅小江不认可这份遗嘱 韩女士的婆婆 瞿老太太 还有江家 其他人呢 都不愿意接受这份遗嘱 他们不协助办理 这房子就过不了户 所以呢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韩女士认为啊 江家人根本就是有意的为难 他们这个孤苦伶仃的母子俩 而最终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要把他们赶出家门 从韩女士的说法来看吧 江家人的种种做法呢 似乎确实是有点冷酷无情 而且人家韩女士手里头 有一份非常明确的遗嘱 江家人凭什么不同意